彰化二林镇二新路一带刮起强风 树烧枝叶不停摇晃 这时有民众经过 大树突然倒下 民众吓得往旁边躲开 整个过程不到三秒 差点就压到人 民众赶紧远离 来到彰化市 通往台中南投的八卦山交通要道保山路 一颗30公尺高的巨树 因为强风吹袭倒在路中央 造成交通中断 清晨不少上班族 开车到这里才发现无法通过 被迫掉头改道 有出门运动的长辈 从旁边的护栏攀爬通过 显向还生 也有单车骑士 扛起车子冒险爬过树干 民众抱怨 大树前一天下午倒塌 到现在都没有人来清理 而且沿路有好几棵大树 也都有倒塌的危险 另外基隆市中和路一处建案工地 强风吹落施工阴架 散落在路面 警方紧急封闭车道 幸好没有砸到往来人车 而基隆人五路 也有一处店家招牌被强风吹落 现场拉起封锁线 禁止人车通过 台风威力虽然减弱 但还是在各地 造成灵性的灾情 华视线黄嘴张春风 谢终于郑又仙 张化基隆报导 你好我是宋雁明 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 请订阅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另外也可以上LINE贴图小铺 来购买华视主播的官方贴图 请不吝点赞订阅